建安24年 关羽在樊城城外凭借水战击败曹魏于晋和庞德两员大将及所属部队 三国志于晋传中记载 囚、大陵羽、汉水翼、平地水树杖、晋等七军皆煤、晋与珠江等高望水 无所回避 羽城大船就攻晋等 晋遂将为庞德不屈及而死 这一战结束没多久 关羽就在队中 东吴军队的进攻下兵败身亡 于晋落到了东吴孙权手上 公元221年 孙权把于晋送还给了曹魏 当时 曹魏的掌权者已经变成了魏文帝曹丕 他见到于晋后 先是安慰 然后在于晋去拜祭曹操时 却将庞德愤怒 镜降服之状的画像提前挂到了曹操的墓前 于是 看见画像的于晋残慧发并轰 可以说 于晋是被曹丕羞辱致死的 北宋司马光后来在其所修转的资质通鉴中 讲述这一段历史时 对曹丕的行为很不以为然 他说 于晋将数万众 败不能死 升降于敌 既而复归 文帝废之可也 杀之可也 乃化灵物易辱之 思维不均以 司马光认为曹丕不该用羞辱的方式对待于晋 如果有罪 应该给他个痛快 司马光的观点对不对 站在儒家道德观以及臣子的角度上来看 或许是对的 但从君王和政治 以及曹魏当时的军事制度的角度上来看 又未必是对 为什么这么说 下面略作分析 一 于晋率不投降关于 无必死之罪 且情有可原 曹丕在看到归国的于晋时 为何不能直接用律法处死这位 给曹魏政权带来莫大耻辱的败军之将 义军之统帅 率领近三万军队向敌国投降 无论怎么看 都应该是死罪 但于晋投降时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于晋虽败 而且是惨败 甚至因他支败 吓得曹操差点要迁都 但从军事角度以及于晋所具备的权责上来说 情有可原 于晋当时确实没法死扛 虽然关于水淹七军时战况的具体描述 在史书上没有多少记载 可从有限的叙述中 也能看出于晋的困境 三国制中写无所回避碎将 自治通鉴中写进等穷破 碎将于晋和麾下的三万兵马 除大水突发时淹死小部分外 其余的全部被困在几块小高地上 卫军不但被切割开来 无法再继续统一指挥 且缺一少粮 最重要的是 当时四周全是水 就算卫军有余力死战 一帮北方汉鸭子在水中 又能有多少战斗力 这可不比正常天气时 被包围在平地或山谷等地形中 哪怕地势险要一些 肯拼命的话 突围的可能性虽小 但还是有 战斗力在三国中首屈一指的卫军 在水中是毫无办法的 此战的想法只能是让士兵去送死 却未必能战 于晋被关于包围时 近在咫尺的陶人 都没有从樊城出兵救援 出来也是送死 曹仁和于晋身经百战 都不是傻子 史书上的简短叙述也说清楚了 于晋当时是逃无可逃 战无可战 因此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的于晋 只能选择投降 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要说于晋是因为怕死而投降 我是不信的 他的主帅地位是杀出来的 不是拍马屁拍出来的 司马懿在于晋兵败后 劝说曹操不要迁都时 也说过静等为谁所没 非战手之所失 可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清楚 于晋的败不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败 是天灾 于晋所不选择的驻扎地 还是曹仁选的 如果从军事指挥上追责 责任应该是曹仁的 而且于晋身上是背着假节约之权的 当战无可战时 以这个权力授予的职责投降 也说得过去 所以水淹七军时的于晋不是不肯战 是没法战 他也有权选择投降 曹丕无法以律法处死于晋 二于晋兵败 今是指挥上的责任小 但后一正太大于晋被孙权放归后 曹丕之所以羞辱并逼迫他 也是站在君王的角度 以及他率部投降对政治 军队的影响上来选择的 于晋投降官女前的地位很高 几乎算是曹卫军中外姓将领第一人 深受曹操信任 他都向敌国投降 对曹卫政权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且于晋让近三万军士放下武器投降 对曹卫的军规冲击很大 三国时的曹卫采用的是士兵制 和后人更熟悉的明朝时的军户制差不多 其中的规矩也相当严格 主要有男丁终身为兵 父死子继 兄中弟级 不准更改 世家身份低于平民 婚配只能陷于军户 不准与平民同婚 使逃亡 家属要受严酷的惩罚 最主要的就是最后一条 连逃亡都不允许 更不要说在战场上向敌方投降了 军士在战场上主动投降的结果只能有一个 在后方的全家被处死 即使不处死 最少也会贬为奴隶 世代无法翻身 也因此 曹魏士兵的战斗力很强 上了战场就只能拼命 整个三国乱世期间 曹魏军队别说整体了 个别士兵在战场上投降的行为都少之又少 除非事先有准备 全家一起投降 这也是水焉七军一战时 庞德宁死都不愿意投降的原因 他本就是将将 再投降一次的话 会害死在后方的全家 庞德宁死不屈 换来的是曹操马上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猎猴 曹批上尉后 更是直接给他的四个儿子兜封关内猴 用自己的死换全家富贵 庞德死得不亏 他心里清楚得很 三国时期 大部分人的选择都跟庞德差不多 比如徐淑英姆抛弃刘备 不顾家小的人是极少数 比如刘备和马超 于尽下令近三万卫军放下武器投降 不但打破了曹魏军事 必须死战到底的惯例 且开了主将命令军队整体投降的先例 因为时主将下令投降 无法以军规处置军事和其家属 出现了投降无罪的范例 那么 未来有没有可能 军事和下级军官在战事不利时 由于怕死 已会逼迫或劝说主将下令投降的事情发生 要杜绝这类情况出现 防止有将领主动或被动学习于尽 保证曹魏军队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和意志 就不能轻松放过于尽 即使他当时选择投降未必错